感谢网友提供的素材 又发现了新东西 新的i7级 我们来看一下 免费升级i7级 AMD X4 860K 这个CPU 你摆度一下 这个是六年前的型号了 很多人都知道 E5不能买以后 又弄出来新环上 在最近几年 AMD开始大火 因为锐龙系列 变得比较厉害 但其实之前AMD不行的 当年有什么话来的 i3莫秒权 i5秒权加 说的就是之前的AMD CPU性能不行 而这款860K 就是六年前的型号 这个CPU在当年来看 也打不过i3 在现在来看 性能就更低了 而且很巧合 我家邻居用的 就是这款CPU 我专门让他试了一下 开着直播 看直播的时候 回复QQ都会卡顿 开着英雄联盟 再切换到QQ的时候 都会卡顿 你告诉我 这个六年前的CPU 你还玩游戏 就这个CPU 我刚查了一下 网上七八十块钱 都可以买到 他还给你些 爱奇级 新的坑人办法而已 这个青鸟静音散热器 这可不是 火影忍者的主题曲 这个散热器 很多玩家都见过 其实十几块钱 外面都可以买到 还有这个什么 AMD芯片组 固态防雷机主板 我告诉大家一下 没有任何主板 可以直接防雷机 只能说是防静电 或者防间接雷机 我也不知道 它是哪个品牌 哪个系列 反正就告诉你 个防雷机主板 好厉害 还有这个免费升级到 1060显卡 你也不知道 是什么显卡 就免费升级到1060 而且1060 是分6G跟3G 两个版本的 它也没告诉你是 哪个版本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 10603G 是之前挖矿 最多的型号 而这个10663G 在外面 六七百块钱 就可以买到 如果是挖过矿的 那就更便宜了 还有这个什么 免费升级32G 吃鸡大内存 它是一个 六年前的一个CPU了 它的主板也是老型号 它肯定不支持 现在最新的内存 而用二手翻新内存的话 32G内存 300元左右 就买到了 还有这个什么固态 我都不知道 这什么品牌的固态 没有听说过 360G 其实是480G 的缩水固态 很多朋友不知道 这个360G 怎么来的 正规大品牌的固态 就不可能有360G的 为什么 360G固态 其实就是480G固态 它里面 一个存储芯片坏了 然后屏蔽掉一个芯片 就变成360G了 这其实就是个坏固态 然后二手翻新 又做出来的 还有这个什么电源 我是真没有听过 这个品牌 估计就是几十块钱的电源 这个机箱呢 我也没有查到 这个机箱 估计几十块钱的机箱 而且一整套东西 下来估计不到1000块钱 它卖你多少钱 1998 赚你一半 什么东西